今天我们要讲的词是 是法语里面收藏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身处的是 亚昌艺术中心里面的图书墙 这面图书墙也是全亚洲最大的一面图书墙 那走进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有好几层的阶梯 如果说把图书馆比喻成天堂的话 那这些阶梯就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了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讲嘉宾 是两岸三地非常知名的词作人 也是音乐人姚千先生 同时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在收藏业内非常知名的收藏家 那此刻姚千先生就会就收藏的话题 与我们聊一聊 我们非常地荣幸地能够邀请到姚千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关于收藏的话题 我也很荣幸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姚千老师是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 对 搞音乐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您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收藏家 不能说家 我喜欢收藏而已 但是据我所知您你就收藏了很久了 对 96 年正式开始收第一件作品 96 年一直到现在 我现在以绘画为优先雕塑观念艺术都有 主题集中在亚洲西化 我知道您今天是来有一本 还带着您的一本书 对 一个人的收藏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这些大近十年七八年吧 我在台湾的典藏杂志以及亚昌的专栏 结级出版的 这两三年更明显就是关于收藏这个概念的新奇 那我正好这些都是当时在网络上分享 我在收藏上的一些观念 你就是说您是一直有才去写来分享新的 对对对 只是收藏而已 对对对 因为收藏是一种阅读的延伸 那些延伸也造成你思想生活 审美各方面的改变 那就是一些感受和心得 一直觉得艺术是诚实的历史 它能附在与我们所看过的文字历史 相对更深刻的观察 这是我后来收藏艺术的最大动力与乐趣 我很想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您的这个封面 是采用一个白手套 我很喜欢这个封面 白手套在艺术拍卖会里面 百分之百成交就每一件都卖出去了 那拍卖官呢 拍卖者会得到一个白手套 表示哇 百分之百成交是一个荣誉 另外一个说明就是在美术馆 所有的艺术品的移动 工作人员要戴着白手套是对作品的一些尊敬 但是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金钱的交易透过一个界面叫洗 所以我们叫做洗钱 洗钱 其实洗钱在另一个通俗的语法叫白手套 透过一个白手套把钱给移转过来 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的概念里 如果说要参与到艺术品收藏还有拍卖 是不是要有很大的财力的支撑 我里面就常提 因为我不是 有财力的人 你不是吗 我不是 所以我还在开 而且我是在富豪的游戏里面 安平乐道地活着 但是是你在出书 因为富豪不用出书呀 我意外收到 我最想收到三个艺术家的 其中一个书丁的故事 只要有好的书丁 在我的预算方面 我今天他会提醒我 所以他们推荐了一件 我觉得很好 而且年份很好 考证也很好 然后我就决定买了 哇 从十五万起拍 我就等 很快就拍了三十万 我想超太多 这个预算会要我的命了 我就放弃 那果然对方就在三十五 过了三十万那一口就买下了 没想到隔了十二年之后 这话又在纽约 又在家世的又出现了 我就行了 下了标单 同意了 那天晚上果然电话就来了 对方电话那里头那个女孩 特别的充满了惊喜惊讶的说 哇 谢地 谢地 你接电话 我心想 为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你又下大雪 这世纪最大的一场雪 对大雪造成大停电 交通大堵塞 我那时候突然就有个奇怪的预感 果然我在十八万买到 哇 透过十二年的通货膨胀扣除 我几乎接地狱半价买回 隔十二年 所以我相信中国十二年是一个轮回 如果它是十三年拿出来也轮不到我 后来还有一些有兴趣下拍 只要是纽约我都会 下雪了没呀 但后来都没再下滑雪了 我也没剪得漏了 但是这是您跟这个书丁的故事 我常用这个故事告出有兴趣 就不要勉为其难的收藏 我相信艺术品跟收藏者是有缘分的 我记得就是苏东坡有一首词 他说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生木 与之而成色 我觉得您在这个声音啊 视觉啊这种感受里 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欢愉 和非常多的丰富了你的人生 所以您觉得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成败 我觉得享受经过 而且思考经过 然后成就下一个经过 是不一样的结果 会更接近你期待的结果 OK 杨老师您知道吗 就是从今天您的新书推卸 和跟您的这个谈话 我真的我收获了很多 谢谢谢谢不敢当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收藏也好或者音乐创作也好 好像是你是在去享受它 真的是 对而且从之中它有不同的每一个作品 或者后面它又丰富了你的人生 所以我说收藏在一些月延伸院的 不用努力 其实因为你在享受 你就不觉得那是一个 很不用劲 较劲的事 而且你还得到财富上面的声剧 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谢谢 跟杨曉老师的谈话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能很有机缘 好呀希望谢谢巴黎 那么collection这个词呢 其实它有两部分 一个是collect 一个是后面的词跟seung 这个我就要说到法文和中文的不同 比如说在中文里 我们说一个词的名词和动词 很有可能它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知道它的词性不一样 但是在法语里 这个词如果做动词或者做名词 那它的构造是写法是不一样的 所有与seung结尾的词 基本上都是名词 其实它就相当于英文里面的seung 比如说我们的收藏collection 在英文就是一样的collection 那比如说国家nation 在英文里面就是nation 都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有一定的英文基础 那我们已经可以学会很多的法文词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变了一下读音而已 所以我选择每个月两地居住 在台湾的时候 我可以看着大陆发展 我可以客观 因为在大陆很多 也有媒体一些限制 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看着大陆客观的 有点距离看 发生什么事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就客观地看 我在台湾的时候 不看台湾的媒体 我在大陆的时候 反而看大家怎么看 台湾发生的事情 我就要有点距离 然后我才有一些客观的判断 我不要沉溺在当局中的 自联自你的企业分子中 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这十几年 十三年过得特别的超然和自在 如果想说一口性感的法语 如果想到法国浪漫一游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此刻在这里等你哦 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